第三题,有两个质量相同的有机化物,分别为乙醇及乙酸 我们来做比较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,两者具有相同的化学性质,当然是错的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化合物,所以会有不一样的化学性质 B,两者组成的原子种类相同,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乙酸,它是由碳氢氧构成 我们的乙醇也是由碳氢氧构成 所以它构成的原子种类数是相同的,所以选项B是对的 选项C,两者有相同的木偶数是错的 我们晓得木偶的算法是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题目说我的质量相同,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分子量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木偶数就会不一样,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株,两者有相同的碳原子数也是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乙墨尔的乙醇,它有两个碳 这里有两个碳,而我们的乙墨尔的乙酸也是有两个碳 这里有两个碳,所以如果的乙醇跟乙酸的木偶数相同 那么它的碳原子数也会相同,但是从C选项已经知道 它们的木偶数不同,所以它们的碳原子数也不相同 所以选项就是错的 因此第三题问我们说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,两者组成原子的种类相同 我们答案选了,两者组成原子数也有两个碳原子数也有两个碳原子数 3 2 1 1